有史以來新竹市這最精彩的 這個一場選戰 這幾天的焦點都在高虹安的身上 尤其是鏡周刊再爆料說 鐵陣如山抓到了 因為他們去比對了 這個吹哨者提供的 連續十一個月十三頁的這個 助理薪資內帳的這個明細 然後發現高虹安的問題多了 接下來還多了一條 可能把這個助理的本薪 低薪高報扎領公費嗎 可是也請教這個閩寬 下午高虹安特別舉行了一場記者會 青上火星來說明 有說清楚嗎 當然沒說清楚 人家說今天來談高虹安 人家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我自己在業界之前 不管是銷售團隊研究團隊 或者是採訪團隊 我待二十多年 我不知道原來主管可以這樣當 我舉個例 老大我在騎摩托車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 我再騎車快遲到了 不管先扣三百八十塊 因為你遲到了 他說這個是在建立規格 這個是在建立規格 然後第二個 我去打公費疫苗 各位都知道這兩年台灣疫情 去打公費疫苗 助理去打公費疫苗 先把公積金交出來 這個都是周刊所爆料的 但你知道今天他在開記者會 等一下來跟各位說記者會 他簡單說了什麼 他記者會遲到了十三分 你知道大家第一件事情說什麼嗎 高鴻安你要付多少公積金啊 各位這個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但今天高鴻安講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他說 鏡週刊沒負責查證 那些Excel 就是我們目前所看到的這個 所謂的報表 一張又一張的報表 是不是經過剪接 這個他無從查證 第二個他說 這裡面也不公平啊 你知道他講連件事情 那我覺得我現場笑出來 蛤 什麼事啊 你知道這上面寫什麼嗎 尾牙的禮品是我捐的 他們都沒有寫 尾牙的禮品是他捐的 尾牙的禮品他捐的上面沒有寫 第三個 回捐通通都是自發性的 而且我不知道 對啊 這跟男人一樣 所有的壞事都是別人做的 我不曉得我不知道 但重點是在於 請各位注意幾個 這事情當中最重要的要素 上個禮拜 尚義夫 義夫哥來這個節目說 好幾個助理 帶著不同的資料 總共11個檔案 分別往藍營 分別往綠營 往調查局 往選舉人那邊去做 你知道他們在幹嘛嗎 他們在找救生法啊 他們在幫自己做救生圈啊 他們可不希望說為了這一點點錢 而且重點是在於 在整個職場當中 你知道大家最氣的是什麼嗎 叫做相對剝奪 什麼叫相對剝奪 所有的倒霉事都是我們助理在做 結果整個辦公室裡面有一個太上皇 叫做你的男朋友 他不但過爽爽 然後只要負責接送你 幫你接電話 而且他的錢還不用退 為什麼他的錢不用退 因為他是太上皇啊 他是他男朋友啊 但重點是現在好多事情是鐵證如山 我們先來看喔 根據週刊的一個報導 他們發現原來高宏安在整整十一個月的過程當中 他第一個問題叫低薪高報 這些助理有沒有領到錢 答案是沒有 根據週刊的報導是答案是沒有 申報的金額比實領的金額都要少 實領金額是零耶 那人家幹嘛在你這邊做白宮 那這後面還有衍生一個問題喔 他如果寧願在你這邊做白宮 他外面拿了多少的好處 這個是一來一回的問題耶 我們就講一個最簡單的 高宏安的男朋友在永齡基金會 他可是你月領一個月五十萬耶 這件事情到現在沒有否認啦 然後再來好多的助理不是一個喔 各位不是一個喔 好多個助理 例如說以助理居為例 他領了七萬 入账了六萬八千零一十元 實領六萬一百三十七元 差了七千八百七十三 再加上整個加班費的一個回捐 兩萬多喔 全部沒有啊 這個在幹嘛 這個在幹嘛 你高宏安能不能針對這些事情來講清楚 然後最恐怖的是什麼呢 最恐怖的是 如果我們把一筆帳加一筆帳加一筆帳 全部都列出來之後 二十三筆帳 match 全部吻合 你做這麼細的帳 你做這麼細的帳 那高宏安現在呢 當然你知道高宏安現在來到這個時間點 他一定要反擊 為什麼一定要反擊呢 他不能夠讓倒水的鴨子飛了 即使他這個倒水的鴨子 他未來就算選上 他也是要面對司法的問題啊 但現在呢是一關接著一關 為什麼一關接著一關 我們現在談第一件事情 新竹這次的選情呢 一開始 其實林根人是搖搖領先的 後面發生什麼事 南營內訌嘛 那南營內訌完之後呢 大家突然間發現 高宏安那邊好像有面了 所以呢選票陸陸續續的過 林根人氣不氣 林根人當然氣啊 可是林根人氣的時候 後面還被罵嘛 哎呀你這個六屆的議員回去經營地方啦 你當選的機率幾乎是為零的 後面他反擊啊 他反擊完之後呢 突然間林正哲出來 高宏安不是壞人 一句話壓下去 然後高宏安不是壞人完之後 高宏安隔天做了什麼事 他又往林根人跟這些所謂的 過去的老的新竹人身上再扒一刀嘛 他去找楊文科 他身心俱疲然後呢去找楊文科 不是身心科也不是營養科 是楊文科 那現在你知道誰最急嗎 你知道誰最急嗎 上週我跟各位分析過嘛 現在最急的叫柯文哲 柯文哲是該急啊 柯文哲他11月選完之後 12月他就要失去台北市長了 那他整個民眾黨當中 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潮 現在還有一個潮讓他整個養金蓄銳 讓他可以累積2024的選舉資本 如果他沒有新竹市這個所謂的小金庫 沒有這個小政府 當然新竹沒有台北這麼大 他那些民眾黨的大大小小往哪邊放 往哪邊放 所以最近呢新說柯文哲 柯文哲來到這地方方寸已失 為什麼你知道嗎 滿嘴跑馬胡言亂語了 他居然可以講喔 若高宏安真的要貪污 就不會有15頁的仗冊了 柯文哲你在呆什麼啊 總共11個檔案只有15頁的仗冊嗎 現在是一頁一頁翻給你看 現在是在林辭主使 那林辭主使到底有沒有效呢 不曉得 不曉得就如同郭董所說的 這個要看新竹人的大事會了 但請各位記得一件事情 林根人為什麼會說 這件事情是獲起蕭強 扪心自問 高委員遇到爭議就躲避 遇到檢查就整個躲避 是不是把一個合格的市長候選人 我就問各位一句話 他連別的住 別的立委的助理做了什麼 迴捐了多少錢他都知道 他今天官員今天跟你說 這些賬戶他不知道 再責 讓我責責稱奇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最詭異的 你知道高宏安的存款之高 他是幾乎40歲以下立委存款當中 現金就有最多的 然後這種蜘蛛必找的小錢 一百塊的小錢 一塊錢的塑膠袋 日本的公仔通通都要人家做 然後現在呢一推 256他說什麼呢 薪資都是直接入助理的一個賬戶 他們繳錢給中基金 都是各位注意喔 自由意志 我從沒脅迫 強迫任何人把錢花出來 他沒有強迫任何人把錢花出來 但他把錢花掉了 他把錢花掉了 去五星級飯店吃飯花掉了 跟謝利公去吃飯花掉了 每一則多少錢 重點是在於 八千零六塊的整個花費 他說要補九千塊給立委 然後他今天出來跟你說 這帳目不公平啊 尾牙的禮品是我捐的 好我們回到最後來做總結 目前對於 郭台銘董事長來說 郭台銘現在呢 非常著急 河南富士康目前也在亂當中 他的電動車目前這個帝國版圖也還在走 但重點是在於 目前對於整個郭台銘 他這個時候說不理高鴻安 語情語理講不過去 這個是他甘語的 這個時候他說他挺高鴻安 萬一到時候最正確的早 他會一輩子的名譽 他就不見了 所以今天他要捐台大 但重點請來各位注意 他現在沒有正面相挺 他說 他說一切都要仰賴新竹市民全體的大智慧 那大智慧各位 也是你的大智慧 各位你去想一想 如果有一天你的主管 你在那邊騎車 我沒遲到啊 不管 行靠三八八十塊 然後你家的小朋友生病 你要去整個打針 突然間不管了 先扣錢再說 然後呢 好處都是他拿 壞處都是別人單 這種的老大 這種的市長 這種的領導 憑什麼能夠 走上大位呢